F ولا人 現在來到最後一個星期 住在那個quard 你看看外面 今天天氣很好 藍天白雲 是冬天 很少见的一个现象 听说今个冬天不知道 有太阳的时间 只有三十几 四十个钟 总共 现在最后来到数 最后一个星期住在这个condo 感觉有点不舍得 因为迟些就搬去 小house 在楼上有人住 我们就住一楼 最不舍得就是这个景 还有自己的房间 其实我都剪了一条片 剪了一条 初初进来的时候 如何设计这间房间的片 但是经过了成年的时间之后 我还没剪完 那自己的房间当然最不舍得了 你看看这个景 和这个风景一起睡 当然晚上是会下了一些帘子的 因为很光 最初不下帘子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个小小的日出 可以看到 然后后来就 哇太惨了 叮不住 要睡久一点 所以就会下了一些帘子 那现在就准备了两个大纸箱 准备就是收拾了一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因为其实我都很多衣服 这衣服就在这里 没什么的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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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採光非常好 衣櫃真的小了很多 我好像很多衣服 有點擔心 稍後會拍一個怎樣製造我的房間 舊屋的房間和新的房間 會緝在一起 今次這間新屋在哪裡找的呢 簡單說說近一個月來 四出沉默適合的房間 一開始我們是Target Town House 本來有三個人 然後也想離開North York這個地方 因為新手村始終都非常貴 Scarbo和Maha相對便宜一點 都看了很多間了 其實有一間我們也很心碎的 是188 Bonus Avenue 就是這間房間和這間房間是海洞的 那裡附近什麼都有 又有Walmart、No Fuse 又有其他中式的食物 本來我和另一個Walmart都非常喜歡 但可惜我們三個人都比較難達到公式 變相考慮得久 就已經被人搶走了 然後就開始擴大範圍 連House都看了 不只是Target Town House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沉迷Target Town House呢? 其實CondoTarget Town House最好 因為不需要橙雪 不需要剪草 然後又可以享有這個Condo的Facility 正如那間188 就是包含有泳池的Gym Room 但是很可惜 那其實到最後呢 就變了只有我和另一個屁股 做另一個地方 那二人成團呢 就容易華為好多了 那我們都從一個網 跳到去另一個網 去到51.ca找 那相對地呢 我個人認為就真的便宜一點 然後今天看景屋呢 就沒有經agent去看的 隨時我們自己上網找 就直接和那個屋主去丟那些 然後就是 是一些 叫做地下室 但是它是在一樓的 那一種 分層地租出來 在這裡進 在這裡進行 野餐的 都是在這裡進行 吃飯 真的 我沒有想過 我如果有些什麼 我可以去買 我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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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看了這麼多間屋 最後我們在這間屋是在51.ca那裡找的 屋主就是廣東人 也挺親自見nice 然後這間屋就乾淨 又不是我們產草產雪 prepaid我們只是一頭一尾 如果你不高興隨時都可以走 但當然租房子 廣東人就比較大 有些普通地區 過廳 廚房 飯廳 即是開派對也開心一點 但沒辦法啦 我們這個價錢搬到來非常好 我們的價錢是1900元的兩個人 我們就平均除開就算了 每人剩下950元 租這些就要給現金 而且也要看你那區的治安怎樣 其實我看到有很多這種類型 即是一間房子有一樓二樓 然後通常屋主就會分一樓出去 也很多 除了這個51.ca 其他那些中介都是這樣的 即是有時候我們都是去親臨 看那間屋的時候 那個中介才跟我們說 最重要是覺得分門出入 就比較保障 自在一點 除了51.ca 還有那些中介的網站 都還有一些渠道可以找的 Facebook Marketplace 即我都有找過的 其實如果你一個人搬 就相對容易一點 例如Facebook Marketplace 你找的多數都是一些 一些外國的業主 屋主 他們就會分一間房 即有一間房子 可能分二樓的房子出去 有些就包上傢俬 第四個渠道就是TG Group 有一個專門租屋 放租出去的TG Group 你搬屋前一個月 你就可以看定 然後就約去看房子的 這個應該很基本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我也有看過 一間的 是OK的 最後沒有選到 都是純粹因為 我就要跟 roommate一起租這一間 更底 始終都是有一個本好一點 即是熟悉的本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拜拜